第三節 愉快寵物餅 XY 今天加回X兩個字 我怕人不知道說什麼 說什麼X 說什麼X 說什麼Y 說什麼X掩飾體 再簡介一下這個環節 這個環節主要是Pokemon XY 傳遞各種有用的知識 功德 趣事等等 當然這個遊戲基本的攻略就不包在自己上網上 攻略兩天爆機 一連結束 直到這遊戲沒有人玩不流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無預兆地基出場 又或者說了所有要說 什麼X都說完了 什麼Y都說完了 不會說得完 有很多東西要說的 放心 嘉賓介紹一下自己 說了這麼久還沒有介紹嘉賓 不是由主持介紹的嗎 不是 我們後兩節英已經介紹了 你是唯一一個 Hello 我是日希 上次也有份 我想未來他也會在這裏 如果有幸的話 我們可能會請到一些權威 或者大木博士 之前也說過 什麼博士 上來 之後就跟大家分享一隻 最主要是Pokemon 遊戲 放心 我們這班主持 在這遊戲來說 都屬於標準以上的 你們吧 我很廢 我很廢 首先我是標準以上的 但當然我都不敢說自己是高手 應該說還差很遠 我們入正題 門大是不是有些東西想說呢 因為上次我沒有聽過你 即是我聽過了 那你們就說了什麼 各位職位職啊 各位職位職啊 其實呢 你要這些東西做什麼呢 過關就不用用這些東西的 但為什麼要這麼著重說這些東西呢 就是因為 除了你跟別人對戰之外 還有一個是網上對戰 今集網上WiFi戰 即是Rating Battle 即是Fade Battle 或者是Rating Battle 對啦 都是Rating Battle 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應該就是Rating 即是計分的 他有三個 即是單打 雙打 或者是三打 這樣打 就會計分啦 那怎樣做的呢 就是你在下屏幕那裏 那個什麼Player System 然後你按上面一個Folder 你按第二頁 有一個叫 即是最上面那行的最右手邊 就有一個Game Syncru的物體 Game Sync 你連上去之後呢 他會把曲子給你 你要按那個什麼Game Syncru 他就會把曲子給你了 他上屏幕就會說回網址 你登入了網址 你再開一個帳戶 然後再打一個曲子進去 那你就 登錄了你自己的那部機器 然後登錄了 即是可以計分的了 已經是 那你再在下面 即是 PPS 啊 PSS 啊 PSS 第一頁那裏呢 你按對戰 然後按最下一個 Intellet對戰呢 他就可以選擇 譬如 Free Battle 啊 Ra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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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 就會計分的 很容易養 大家如果有興趣 稍為有少許時間剩下 可以養育一組 很厲害的東西 不妨就想 你可以去炒人 打一下 什麼啦 也會被人炒 不過其實都應該是被人炒 因為 世界已經變得很複雜了 好像我這樣 我想生定一些厲害的東西 所以投取高能力值來講 這個已經是基本第一步了 其實我們今天也是 講一些比較 上一集的能力 可能搞到大家一頭沒水 很複雜 什麼能力值 等等等等 我們今集會講一些輕鬆一點 嘩 這麼輕鬆啊 比起上一集 只是將它分拆上市 上一集的東西 其實資訊量相當 上一集都比較大 我們今集又不想大家聽鬆聽得那麼辛苦 有長的 總之其實我們暫時這幾集 最主要的主題 都是 如何成為一個強大的精靈訓練員 可以對人戰 WiFi戰都可以的 得心影響 對的 叫做見得下人 我覺得是如何生一隻強大的精靈 我發現完就沒訓練了 就是要一步步來的嘛 首先你要有一些強大的精靈 你才可以展示你的戰術 就是攻玉善其事 必先離其器 沒錯 我叫做工具 就是Pokemon 對啦 就是戰鬥工具 大家就不要 聽小字廢話 跟他做朋友 不會有這些東西 你掃得不對 你在電腦扔掉就行了 有過關的時候 就可以靠捉到他 捉到他五三 一滴血都可以不死 對 但是上到他完全不算 過關就算了 上到Global 跟別人戰的時候 就算是Battle House 也不算了 你的精靈就會變成戰鬥工具 對啦 對啦 我們今集最主要來講 就是講生蛋 譚玉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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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成這個鷹 當鷹姐姐 對啦 上集我們已經講了能力值 如果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即是說什麼個體值 什麼離開的 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的人 就上回上一集 聽不明白也沒關係 可以上去發文 對啦 總之如果聽上一集就應該會明白 但是 希望會明白 對啦 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 入正題 生蛋 有什麼方法呢 生蛋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上次講過的個體值 怎樣利用生蛋去生一隻 很高個體值的 求對性格其實是很容易的 要求最強的個體值就是要不停地生 對啦 生蛋就有些事前功夫的 就不是說你只要照顧一男一女 然後就不停地生 不停地生 沒有的 不如在街上訂一個精英求俗吧 對啦 就不是這樣的 我們要 利用很多樣道具 或者一些事前功夫來增加這個生蛋的效率 首先就是 那目標先說說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如果要關掉的 先想要4V或者5V 你隨便找個例子吧 你隨便找個精靈 小子彈 小子彈不打 不如說回今集我們先衣 先衣貝 先衣貝 對啦 我們假設是 有一隻適合性格 的先衣貝 我們目標首先要有養一隻 強的先衣貝 適合性格 適合個體 適合特性 適合特性 順帶一提 這個先衣貝的 夢特性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叫做 Fearly Skin 就是妖精皮膚 效果是很強的 可以將普通式招式變成Fearly 還要再成1.3 最終保留都可以 大副物理 但我反而覺得破壞光速才是恐怖 破壞光速 對啦 真的很高功 這個題外話 因為他自己可以學最終保留 總之就是他會成為一隻很強的精靈 我們現在目標是 養一隻4V或者5V對的 適合 大家盧海現在完成一隻E背 對啦 正常 其實應該怎樣呢 首先呢 我們如果向街上一般捉回來的那些 其實是很難搞的 因為他的個體呢 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其實好多都不是 亂七八糟 是低的 對啦 都是的 所以我建議會是怎樣呢 我們 最佳的方法 當然真是沒辦法的話 也沒辦法了 你真是沒辦法呢 你問我們拿吧 是 我再貼一個FANQ上去 但是我認為 這個Safari 就是朋友的重要性 生蛋的第一步 首先呢 就不是說 那普通區那裏是否有什麼呢 有E背足的 普通正常 普通系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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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朋友的那個園區的普通系 是有的 是有E背的 因為這裏的設定就是 是說園區那裏 裏面的精靈 最少有兩行三十一 對啦 說回Safari 爆了機之後 跟博士說話 搭火車去的地方 不是有個地方 有間屋叫Safari 就是 迷彩色的 迷彩色的 即是進入到去 只有草叢 你可以進入不同FANQ的 根據你的FANQ FANQ就會 JAN的 Room 就是看看裏面 兩三個 對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每個FANQ 只可以得到一個屬性 對啦 關於Safari的那些 應該網上有很多資訊 可以找到的 首先 如果你要養什麼精靈 其實也很在乎 你 究竟有沒有FANQ的Safari 是有一粥的東西 有一粥的東西 就事半公佩了 都不止一倍了 即是是事半N倍了 沒有就不如問一下 FANQ有沒有啦 對啦 廣交朋友 對啦 又或者在GTS那裡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關於GTS 或者 刷新而過的使用方式 怎樣 在網上得到一些 真是厲害的精靈 不如看說明書吧 亦都有一套學問的 但我們之後再說 我們假設你Safari那裡有衣貝先啦 我們現在 假設譬如我 有其中一個FANQ 普通系的狩獵區 裏面有一隻 有衣貝 那裏面的衣貝 就已經鎖死了兩項31 對啦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呢 就不是進去亂捉的 不是萬無目的捉的 我們需要準備兩樣東西 一樣 就是波波球 或者任何有 MeloMeloBody 就是這個誘惑身軀特性的精靈 這個特性有什麼用呢 就是 可以吸引異性的精靈 就是有很高的機會 可以吸引到異性的精靈 就是用來控制男 你想遇到他是男還是女 這一樣 就是這一方面 就可以 是 是的 那 譬如我們這輩 我們需要遇到這個夢特性 那麼夢特性怎麼看呢 就衣貝這個情況來說很容易 他一出場就會彈一句話出來 告訴你他是危險與之 那你就知道那個東西是夢特性 但是很麻煩的嘛 遇到夢特性 他又是男 但是 但是遇到女生的時候 他又不是夢特性 那很麻煩 為什麼你要男還是女 所以我們 現在首先 預設我們 我們需要一隻對性格 以及需要一隻 需要一隻女生 但是是對特性的 對嗎 就是我們需要的 一定要女生 為什麼一定要女生 因為女生遇傳特性的機率是高很多的 對 不用 如果男的加八變怪 就直接遇傳男的那個 也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八變怪 如果跟你同ID的話 他們不同種又同ID的情況下 那個蛋的出現率 是很低的 那你就 等等等等 很久都等不到隻蛋 效率其實就不高的 我自己就不太建議 不是 你因為什麼 如果你不介意男女的話 你可以先拿同步 先鎖掉性格 這個也是兩步 我都認為需要 首先就是 逐個說 如果你想遇到同性格的話 如果你想固定性格 就是用一個同步特性 你上一集都說了 Singuro的特性 再重溫一次 重溫一次 如果你想要不同性別的 就是用一個MeloMeloBody 對 你用這個方法 首先你可以控制到 一隻可以控制到他的性格 另一隻可以控制到他的性別 遇到同特性的 就再想 也不困難的 反正全部都是E背 50%遇到E背 很高機會遇到E背 做到這兩樣東西之後 不困難的 浪費你一粒多鐘 最遲一粒多鐘應該可以抓到的 我們目標要抓到什麼呢 最標準就是 捉到一隻女生的夢特性 E背 接著就捉到一隻男生的 遇到性格 這兩樣東西 另外就是這兩隻E背的個體 因為它有兩項個體 鎖定了 一定是31 即是Safari的特性 為什麼我們說一定要Safari才抓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有兩項 我們目標就是 使用那兩隻東西是不同的 即是它們加起來有四項 不同的個體值 是V 是的 即是我們需要這個東西 假設男是HP攻擊 然後假設女是防禦 我們說說最終目標 如果你想養一隻CE背 我們需要HP 特攻 特防 特攻 特攻一定是最重要的 任何精靈 它每一項 它玩物攻就要物攻 玩特攻就要特攻 這項目是必須的 然後HP亦是一項很重要的東西 廣泛地防禦 你不要速度 因為本身CE的速度不算快 我當作 不需要速度 有速度也好 對 也好一點 即是跟打和自己同種的時候就有優勢 我們先要求低一點 我們要生個4V 就是 我們要做到的效果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 那個適合特性的女孩 和適合性格的男孩之外 這兩隻東西的 個體是4款不同 不要重複 它們是分別4款的 為什麼呢 一會兒就解釋 是方便遺傳 準備了這兩隻東西 怎麼看個體值的呢 今集 去這一個 在隔壁 又是最後一個鎮 又是同一個鎮 PC裡面有個紫色頭髮的男人 在左上角 中了在你的更衣室前面 我們叫他 Judgy先生 中文就是左子 有人叫他 Jud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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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先生 裁判先生 他就會一直不斷說你的東西 有什麼厲害有什麼厲害的 對 對 首先你走進去 他第一句話 有三款 最基本 最基本有三款 如果不是這三款 你可以想得了 平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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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般 然後有個優秀 相當優秀 即是梳脫優秀 還有史巴拉斯 史巴拉斯 我們通常一定要用史巴拉斯 史巴拉斯和梳脫優秀都可以 相當優秀 相當優秀 應該也有兩款 史巴拉斯的其他都比較高 但是武漢市 只有兩款 全部日文 要麼是史巴拉斯 要麼是馬之馬之 馬之馬之 兩個字 是一樣的 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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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這是最差的 最差的 可以在電腦炸爆 可以在電腦炸爆 我們總結一下 就是這個 Judgy 和你講的第一句說話 除了Naruhodo Naruhodo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這句說話之後 下一句他講的 就是講你的個體值的總和 是多少 首先他會概括 希望出現史巴拉斯 最好就是史巴拉斯 最強的那一群 相當優秀 他就開始說了 可以數了 HP 攻擊 防禦 防禦 特攻 要麼數下去 他數完之後 他會告訴你 這幾項能力 後面他就會告訴你 這幾項是什麼 最後的力量 最高的力量 最強的力量 或者是史巴拉斯的力量 或者是 再差一點就不知道 最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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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31 一定是31 30就已經是史巴拉斯 25至30都是史巴拉斯的力量 所以很準確的 不需要拍攝升級堂 不需要拍攝升級堂 是50 level才能準確的 現在就有質地繁 非常方便 即是可以準確知道 哪些能力是31 通常Safari到捉回來的 通常都是兩項 優秀以上的 所以在裡面捉出來 不會看到那個馬斯馬斯 應該不會有兩項31 很難的 除非旁邊的全部零 應該機率很低 都是平均以上的 平均以上的 相當優秀 對 相當優秀 以及史巴拉斯 好 假設你 一男一女 然後你需要那四項個體 不同的 齊齊 齊齊 譬如一隻 最高最高 一隻是HP防禦 另一隻是特工特防 假設你兩隻齊齊齊 是 我們捉了兩隻這樣的東西 找一下Judgy 確認了這四項個體 對 我們就可以去養育屋 出生路去養育屋 丟過去的時候 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首先 我們需要確保他的性格 你爸爸是性格正確 如果你什麼都不裝 亂任生意 你老是不對的 對 你老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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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什麼方法呢 有一塊叫做不辨石 Kawaratsu no Ishi 這塊不辨石 本來就是 莊園不會進化 對 但是 它生蛋的時候 就會保證遺傳性格 對 保證遺傳性格 無論 裝在男或女都可以 裝在男就遺傳男的性格 裝在女就遺傳女的性格 剛才的情況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裝在男的性格 男的性格是我們用同步捉回合性格 提一提 那塊不辨石呢 在哪裡拿呢 是 就是在那個 捉神獸的村 就是破了 整個洞的地方 的文家 PC的左上方是有一個文家 就在那裡拿到 裡面有一個 黑妹女博士 你問他就會拿到不辨石 噢 是 好 多謝補充 或者爆石也有機會拿到的 最快是黑妹女博士 好 裝了這件東西上去 另一件很重要的道具 就叫做紅線 阿卡依陀 就是 在大城 在大城 基本上那個 有一個訓練員會和你打的 是女生 其實很多的 不如直接說吧 在小巷裏面有一個粉紅色頭髮的不良少女 就說自己失戀 他每天都站在不同地方 總之會站在小巷裏面 大家去找一下他 打完之後他就會給你 就算你扔了也不要緊 因為 其實你打他多少次 他都會給你 對呀 就是黑妹女博士 對呀 對呀 就是一個叫紅線的道具 這個道具本來是一件垃圾道具 但原來就快覺 只是用來生蛋 不是 今集 就增加了 這個還要是官方自己說的 告訴別人 因為沒有人發現 官方想說我弄了一些那麼蠢的東西 你們都沒有人發現 唯有我自己在Twitter上 爆出來 懶是分享 曾田信一說 我哪個同事說 原來今集的紅線可以這樣 原來他有份認識 對呀 不管了 總之這個紅線的效果是怎樣 就是可以在 爸爸媽媽之間 遺傳五項個體 選擇五項個體來遺傳 不一定是遺傳到的 即是他們的十二項個體來遺傳五項 是 可以這樣說 但是 當然不會說是重複的 不完全是十二項 應該怎麼說呢 假設 總共有六種能力 即是HP攻擊防禦 數下去總共有六種 他就在這六種能力之中 選擇五項 選擇五項 即是HP攻擊防禦特攻特防 假設是這樣的 那次Random 是這樣的 他就會在 HP那裏 HP之中選擇 爸爸媽媽其中一個 的個體 遺傳下去 接著在攻擊那裏 選擇爸爸媽媽其中一個 遺傳下去 防禦 爸爸媽媽其中一項遺傳下去 即如此類推 選擇五項 就是這樣的一個道具 裝在男和女都有效 不需要兩隻裝 現在男的裝了遺傳性格 一定是裝在女的 裝了下去之後 即是你有機會 將爸爸媽媽那四項東西 都有機會 透過這個紅線 遺傳下去 而且機率也不大 大家生一下就明白 並不算很低機率 那特性怎麼辦呢 好了 特性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假設你在園區 通常是遺傳女的居多 女的有50% 是的 通常遺傳女的居多 當然你不需要裝任何東西 不需要裝任何東西 都是這個設定 所以女的一定適合特性 因為女的適合特性的關係 男的適合性格 即是一人一樣 假設你男女都這麼幸運 遺傳夢特性 那就更加高興 對呀 或者你生一隻夢特性的出來 男的 如果兩隻都不是 兩隻都不是 是絕對生不到夢特性 你說兩隻都是夢特性的 那你是再生一隻男的出來 適合特性的 再拿那隻去打中 對呀 機率又會再高興 男的那方佔的機率很小 如果女的不是夢特性 男的是夢特性的話 生出來的機會真的很低 不是沒有但是很低 即是你真的要不斷生 那就不建議 效率嘛 尤其是伊貝本身的男女比率 是很低的 你要再生一隻女的 1比7 你要生一隻女的夢特性 是真的生到你吐血的 我那個 對呀 真的生到你吐血 我就是吐了 還要伊貝是很高步數才爆一隻出來的 八千多步 對呀 真的要講講這個 如何加速 枯化的技巧 好啦 其實呢 其中一樣技巧 其實不難 對呀 其實不難 今集 加速枯化技巧 真的不少 其實有 這個 紅寶石 其實從以前已經有先講一個舊的 就是火焰身軀 和熔岩身體 這兩個特性的精靈 通常是火系的精靈有的 不如直接說吧 鴨嘴火龍和熔岩魔牛 對呀 而去到BW的時候 就是一隻火鵝 即火加藏那隻火飛鵝 但那隻要有朋友區才能抓到 對呀 BW是這樣的 而今集有一個 很方便的就是火雀 進一段呢 進了一段 即是一段 即是不用最終進化 對呀 進了一段之後 它就有火焰身軀 還有它可以飛 一湯五 一湯五 然後自己又會飛 這個特性有什麼好處呢 就可以把步數減半 即是把那個孵化的步數 減半四千多步 是的 那 今集也不是今集的 其實BW時代 BW2時代就已經有這件事了 就是這個Opower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的Opower 呃 有一個叫做孵化power的東西 這個孵化power就必須要你取出前面所有的Opower 然後就把你的潮度 拆到很高 什麼叫潮度 中央精靈求成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一次 以什麼準則來判斷呢 就是那個 城市內消費 城市內消費不是 在賣 石頭的店舖 水箭龜的100萬石 如果減到 5萬元的話 它本來就是 舊石賣15萬 日圓 錯是100萬 一開始是100萬 完全沒刷過就這麼貴 沒刷過是100萬 總之刷到正確的時候 刷到哪裏呢 升一級已經變5萬了 不是一級 要刷多少次 一開始升第一級變50萬 減了半 不是75萬 50萬 然後才到10萬 我記得是 總之我記得是15萬 總之最後就減到5萬 你不要管 總之減到5萬 總之減到5萬就對了 然後再到哪裏咖啡 有一間叫做 Hitomisiri咖啡 是否可以搭車去 可以 去咖啡那裏 穿西裝的那個人就會出現 你平時拿開opower的那個人 就會在咖啡那裏出現 但這個前提是要你儲齊前面的那堆opower 我們之前有一集都說過那些opower的那裏 總之 不外乎是每個城鎮的PC 或者在酒店 那裏 總之有個紫色 怎樣升都快點說 在一個精靈球店逐個精靈球買 我想你買40個 對 分開買逐個逐個按 買40個Clickball 應該升到 總之它是計算過消費次數 總之你選擇一些便宜的東西 不停地買 最快的也要 你買那個巧克力 它也要講一大爛餐東西才給你 精靈球是一個單位 即是看大家的經濟情況 還是時間情況 你爆機都幾十萬 精靈球有用 很快就搞定 等兩分鐘就搞定 總之就是這個 多點轉發營 買衣服 發營不行 在精靈球那裏是升得最快的 兩點 不是 那你也是做一些實際有意思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一米為了刷 我看它說 享受遊戲 我看它說你在剪頭髮是不算的 噢 這麼壞 買手信和買球才可以 才計算的 拍了GTA的隊伍 最具體爆裂 總之這個Full Power就是這樣取得 由你一邊使用使用就會升等級 你升等級等級3 實際我沒有計算 你減多少 我不知道 沒有計算 好像等級2已經減半 但總之真的減少很多 真的減少很多 如果像剛才日熙所說 拿八便怪來生 只有30%才有蛋 基本上你會把蛋全部都敷出來 那兩隻東西都未把一隻新蛋給你 你是要不停等 你是不行的 你是最起碼要有50% 即是同種 我們說回這個出蛋的機率是怎樣計算的呢 最高機率是同一種種類的精靈 例如衣貝和衣貝生 但他們是不同ID的 即是兩種不同ID 真的是出房門口的原因 第二是同種類 但一樣ID 即是衣貝和衣貝 但又是甚麼 同種不同ID 很難 另外就是不同種不同ID 反而是最差的 即是只有20-30% 大家就遵守這個法則 基本上注意這些東西 你可以生蛋生得很快 總之我有時看到一些人以為生蛋是麻煩的 早生和遲生都一樣 機又未爆 甚麼資源都未有 就不斷地生蛋 浪費自己的時間 不要那麼蠢 這是我的終局 即是你們搜集所有可用的資源 就真的可以節省你很多時間和心機 大約的秘訣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生蛋的子男第一集 但我們之後也會繼續說 我們下集繼續 今集來到這裡 今集來到這裡 拜拜